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本届政府难以落实政策局重组 但会研究一套方案交给下一届政府参考 对于当局修订税务指南 针对涉及不利国安活动的慈善团体 他说要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当局最新修订的税务指南 订命任何团体如果支持推广 或者从事不利国安的活动 税务局将会不再认定是慈善团体 并且撤销免税资格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享有税务豁免的慈善团体 一向不可以有违法或者政治性行为 而国安法要求不单止要呈处危害国安的人 也都包括防范和制止 防范的目标如何能够达置呢 第一就是让所有人 团体好 个人好 都知道什么做得 什么不做得 所以往时如果说得不清楚 人们知道得不透徹的 我们是有责任去做这个工作的 他又相信其他政府部门 日后重新检视工作的时候 也都要有相关宣传指导和监督 林郑月娥又被问到重组政策局一事 他说现届政府只剩下大概9个月 难以实行 但会研究一套方案 例如涉及多少政策局部门 要修订多少条例等等交给下届立法会 和政府讨论参考 往时那种说去到立法会会被反政治化 会被拉布拖后腿的担心已经大大减退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觉得去重新想想 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局的组成 应该是怎样最有利于香港未来的发展 另外林郑月娥说中央支持香港和内地 就免检疫通关问题进行专家对接 现在正是梳理资料 稍后会向中央汇报 强调中央暂时未为通关定下具体条件 母线电视机者杨沛思报道 全力支援反修例在囚人士的组织石长花宣布 结束营运 不再提供服务 运作了九个月的石长花宣布正式结束 即日开始停止服务 召集人邵家俊 早上回到黎智角的办事处 未有具体交代结束的原因 我们不多说了 对不起 这些大家心照 大家心里有数 过往我们每一步都是步步为营 每一步都很提醒自己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人道的关怀 是一个人道的支援 但到今天我们都走不下去了 我只能够去总结就是说 花开花落有时尽 相逢相聚 本无意 石长花网页的简介 他们是为所有因为社会事件被捕的人士 提供还押物资支援 情绪支援福利申请等 也都有为还押或者在囚者提供物资 以及配对不有计划 希望成为场内场外的沟通桥梁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指出 近期有还押或者在囚人士 联同外界企图在监狱建立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诚教处处长胡英明也曾经说过 随着反修例冲突被捕人士增加 对于处方的挑战都是根据规模和组织 石长花零有贸易及辅导服务商业牌照的 有限公司 星期一开始已经停止发售探监物资券 至于所剩下的探监物资 将会尽快分派给所需家属 也会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撤销注册和解散 并且会按照劳工法例遣散员工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雇主即日起 可以为准备来港的外用 预约触高湾检疫中心单位检疫 30日的预约名额大约半个钟内已经爆门 预约系统早上9点起运作 登入劳工署的网站 等候大约1分钟就可以进入预约系统 预约须之提醒成功提交申请 不代表成功预订房间 劳工署会按提交申请的先后次序处理 一至两日内联络申请人 并且要求提交外用工作签证 护照副本等的资料 亦都可以选择饮食偏好 有中、西、素食、清真或印度餐等等 系统提供下个星期一起连续30日房间预订 开始之后大约15分钟 只剩下最后8天可以选择 做了早上大约9点半 已经无法再进入系统 政府早前公布800个检疫中心单位 每日最多50个外用入住 内地生增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 福建有59宗本土病例 其中厦门有32宗 莆田24宗和全州3宗 最先出现确诊的莆田先油院 实施交通管控 在高速公路入口设置检查站 厦门当局因应确诊个案增加 即日起规定全市居民在小区出入 要出示健康码 如非必要不要离开厦门 若离开就要出示绿色健康码 以及48小时内检测阴性证明 全市也暂停中秋、文艺演出等聚集活动 本港股市好淡争辞 大市高开13点之后 早段曾经升至25,900点 见半日高位 其后反复回远 恒大债券危机继续发酵 恒大系全线向下 中国恒大曾经跌超过一成 恒大物业曾经跌至4.18 创新低 恒大汽车跌2成2 油价连续第二日上升 中石油升半成 汽车股逆市做好 恒生指数最新报25,768点 跌45点 总成交744亿几 恒生科技指数跌7点 最活入港股 腾讯控股跌2号 美团跌8号 盈富基金跌4先 比亚迪股份升8.6 阿里巴巴跌1.7 最活入港股 香港交易所升6.5 中国平安跌7毫 快手升1.5 小米集团升5毫 小米集团升5先 中国海洋石油升1.6 主要蓝筹股方面 汇丰控股跌3毫半 右邦保险升7毫半 中国移动跌2毫 港交所升6.5 香港中华煤气跌6线 恒生指数期货 即月跌63点 总成交8万多张 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综合指数跌8点 深圳成分指数升54点 日经平均指数升178点 美元汇价对日元110.05 英镑1.3841 澳元0.7344 欧元1.1811 港元汇价对美元7.7786 每百日元7.0663 欧元9.1889 英镑10.7664 瑞士法郎8.4367 嫁元6.1471 澳元5.7118 新西兰元5.5290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83 伦敦黄金每安市部17891 1791.6美元 本港九九金每两部16610元 看起来天气 大致多云 间中有骚雨和雷暴 初时局部地区如势颇大 吹微风 1点钟的气温是30度 相对湿度81% 雷暴警告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3 强度属于中等 新闻报道完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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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97点 布团队 词 fisher